第七章 海盗船来了 史密斯和赫伯特立刻把史佩莱、潘克洛夫和纳布喊到餐厅里来 潘克洛夫拿着望远镜在水平线上扫视了一下 说 真是一只船 一想到这只船可能会带他们离开荒岛 他们内心充满了激动之情 这时 赫伯特突然说道 这会不会是邓肯号呢 或许 真是邓肯号要到达伯岛去接埃尔通呢 于是 记者跑到电报机旁 给在处栏的埃尔通发了个电报 叫他赶快过来 一个小时以后 埃尔通来到花岗施工 史密斯把埃尔通领到窗口 把望远镜递给他 让他看一下那只船是不是邓肯号 埃尔通拿起望远镜 朝着史密斯所指的方向看去 他默默地看了几分钟 然后说 这肯定不是邓肯号 因为邓肯号是游船 而这只船上 连一点烟也看不见 也许他是张着翻航行 潘克洛夫说 他的方向是顺风 也许打算节省些煤 也许是他灭了火 埃尔通答道 等他走近一些 我们就知道究竟了 说完 埃尔通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 不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 船离荒岛近一些了 五点钟的时候 那只船直对着连河湾驶去 很快就接近了海岸 埃尔通又拿起望远镜 他看见那是一艘双围船 船上插着一面骷髅旗 这是海盗的旗号 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他们赶快把风沫的风翼落下来 把花岗石宫的窗户用树枝遮住 把火全弄灭了 同时 枪支弹药也准备好了 以防备海盗的突然袭击 一切都准备好了 大家热烈地把手握在一起 如果海盗胆敢侵犯林肯岛 他们将用生命来保卫他 只有埃尔通一个人默默地蹲在角落里 他不时站到窗边 从树叶间向外望去 七点半钟 东方的水平线已经模糊了 双围船驶过爪脚 顺着潮水往北而去 离眺望港不到两英里了 这只船会不会上岸呢 会不会巡视一下马上就走呢 史密斯考虑着这些问题 他觉得双围船将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威胁 不管怎么样 都要战斗到底 目前需要知道的是海盗的人数有多少 他们的武器装备怎么样 这时候 黑暗中闪过一道亮光 传来一声炮响 船还在那里 并且船上还有炮 船里岸边又近了一些 不久 他们又听到了哗啦啦放铁链的声音 海盗们在离岛不远的地方抛了毛 显然 他们准备第二天乘坐小艇登陆 史密斯和伙伴们随时准备行动 虽然他们下定了决心 但海盗船上的武器装备十分完备 用什么来对付他们的炮火呢 花岗时工有芦苇和乱草掩蔽着 敌人很难发现它 但是 农场 家禽场 畜篮 要不了几个钟头 一切都会被毁坏 史密斯先生 埃尔通走到工程师面前说 我想到船上去探查一下敌人的实力 埃尔通 工程师犹豫不决地说 这样做是有生命危险的 不要紧 埃尔通答道 史密斯先生 答应我吧 这是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那好吧 埃尔通 工程师答道 他知道如果拒绝他的请求 这个人一定会感到伤心的 他们计划妥当以后 埃尔通和潘克洛夫准备出发了 十点半的时候 两个冒险家撑着小船 消逝在黑暗中 其余的人到石窟里去等待他们 小船渡过海峡 在对面的小岛上靠了岸 潘克洛夫跟在埃尔通后面 急急忙忙穿过小岛 然后 埃尔通纵身往海里一跳 悄悄地向双围船游去 潘克洛夫则蹲在乱石堆里等他的伙伴回来 半个小时以后 埃尔通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船边 抓住船上的主链 爬上了船的最前端 船上的人正在谈笑 埃尔通无意中听到了鲍勃哈维的名字 这个人恰好是埃尔通过去在澳大利亚的同伙 他和匪徒们抢了这艘双围船后 给船改名飞快号 经常出没在太平洋上 抢劫船只 屠杀船员 惨无人道 哈维在航行中发现了林肯岛 想到岛上视察一番 并准备把它当作飞快号的大本营 居民们现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林肯岛一旦落到海盗的手里 就将成为海盗优越的藏身之地 而哈维和他的部下会惨无人道地杀死岛上的居民们 埃尔通决定查清楚船上的装备和人数 船上逐渐静下来了 海盗们已经烂醉如泥 埃尔通爬上甲板 从东岛西外的海盗中间穿过 在船上转了一周 发现飞快号装备着四门威力极大的大炮 船上共有五十个人 埃尔通已经完成了任务 他准备回到船头 然后下水 但这时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英勇的念头 决定炸毁这只船和船上的人 即使他自己牺牲了 也算尽到责任了 埃尔通从枪架上拿了一只左轮手枪 然后直奔船尾的火药库 他来到后舱 找到了火药库的门 埃尔通用力砸门上的挂锁 库门一下子开了 这时 突然一只手搭在了埃尔通的肩膀上 你在这里干什么 一个高个子的人粗鲁地问道 埃尔通退了几步 这个人正是鲍勃哈维 埃尔通挣脱他的手 打算冲到火药库里去 只要对着火药箱放一枪 就大功告成了 快来呀 伙计们 哈维大叫起来 几个强盗被喊醒了 他们跑过来 向埃尔通扑过去 埃尔通立刻闪开身子 开了两枪 两个海盗倒下去了 但是他的肩膀也被砍了一刀 这时 哈维已经把火药库门关好 海盗们全都惊醒了 埃尔通只好逃走 他趁敌人暂时后退的时候 用枪托一下子把灯打灭 周围顿时一片漆黑 然后他冲上扶梯往加班跑去 越过船弦 跳进了海里 船上的枪声一响 躲在石窟里的史密斯 史佩莱 赫伯特和纳布扛着枪 冲到海滩上 随时准备抵抗海盗的攻击 他们不安地等了半个钟头 枪声已经停止了 但是埃尔通和潘克洛夫还没有回来 一直到十二点 他们两个人才乘着小船靠岸 埃尔通肩膀上受了点伤 潘克洛夫安然无恙 大家用热烈的拥抱欢迎他们 回到石窟 埃尔通把全部经过讲了一遍 现在 海盗已经被惊动了 他们知道林肯岛上有人 他们会全副武装强行登陆的 幸好这一夜平安度过 第二天破晓的时候 海面笼罩着薄雾 居民们在雾散以前 迅速把人分成三路 第一路是史密斯和赫伯特 再是顾把守 第二路是史佩莱和纳布 守在慈悲河口 第三路是埃尔通和潘克洛夫 守在小岛上牵制海盗登陆 史佩莱和埃尔通是射击能手 他们每人拿了一支射程远的步枪 四支滑膛枪分别给了其余四个人 过了一会儿 第一路和第二路都藏在岩石后面了 埃尔通和潘克洛夫顺利地渡过海峡 登上小岛 各自隐藏在岩石从中间 早上六点半 雾逐渐散开 飞快号完全漏了出来 阴沉沉的黑旗还在船上飘扬 船上的四门炮都对着荒岛 随时准备开火 大约有三十个海盗在甲板上走动着 八点钟的时候 飞快号上有人开始行动 一只小船被放了下来 七个人跳了进去 他们带着滑塘枪 一个人掌舵 四个人滑桨 另外两个人趴在船头 观察岛上的动静 他们打算在小岛上登陆进行侦查 潘克洛夫和埃尔通隐藏在岩石的夹缝中 看着小船向他们滑来 静静地等着他进入射程 小船小心翼翼地前进着 在离小岛不远的地方停住了 长多的人站起身来 正寻找适合上岸的地方 这时候只听见两声枪响 埃尔通和潘克洛夫同时打中了两个人 几乎同时又一声炮响 双围船打出一个炮弹 落在埃尔通和潘克洛夫的岩石顶上 炸得碎石横飞 幸好两个射手都没有受伤 小船上的人在破口大骂 继续往前驶来 在双围船大炮的掩护下 向慈悲河口驶去 当海盗刚驶进慈悲河口 纳布和史佩莱马上开了两枪 小船里又有两个人倒下了 海盗船立刻对准冒烟的地方又开了一炮 但还只是把岩石打得粉碎 没有伤到人 现在小船上只剩下三个人了 在仅存的双脚推动下 飞速靠拢飞快号 但是不久又有十几个海盗跳进了小船 同时他们又放下了第二只小船 里面坐着八个人 第一只小船向小岛滑去 第二只准备袭击慈悲河口 尽管潘克洛夫和埃尔通处境危险 但他们还是向第一只小船 准确地开了两枪 小船上立刻陷入混乱 潘克洛夫和埃尔通趁机离开阵地 穿过小岛跳进小船 迅速渡过海峡 他们在小船上的海盗登上小岛之前 藏到了石窟里 这时候慈悲河口又传来了枪声 海盗的第二只小船上的八个人中 有两个被史佩莱和纳布打中 但是七余六个最终登上了河岸 史佩莱和纳布也悄悄回到了石窟 在小岛上的海盗 根本没想到他们有远射成步枪 因此大摇大摆地在小岛上走着 这时埃尔通和史佩莱的步枪响了起来 立刻有两个海盗倒下去了 其余的十个海盗惊慌失措 连滚带爬地上了小船 拼命划开了 然而双围船这时起毛了 它向岸边飘过来 船上扬起围帆 渐渐地靠近了海盗 大胆地往海峡里开进来 海盗的企图非常明显 他们打算把炮火对着石窟 对开箱地点进行轰击 居民们只好离开石窟 迅速回到了花岗石宫里 他们刚进门厅 四门大炮就开始对着慈悲河口 和石窟盲目地轰击 岩石被打成了碎片 过了一会儿 忽然有一颗炮弹 穿过花岗石宫的屋门 打到走廊里来了 我们被发现了 潘克洛夫喊道 在大炮的轰击下 碎石在他们周围横飞 他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跑到永道里 暂时躲避一下炮机 正在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闷响 并夹杂着一片凄惨的叫声 他们连忙向窗口奔去 一股水柱猛烈地 把海盗船抛到半空 一下子把它冲成两班 转眼之间 连船带人都沉入大海了 船炸了 赫波特喊道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一起赶到海滩 去看个究竟 双围船整个沉没了 沉船上的箱子和木桶 在水上飘着 桂杆也飘到了水面上 上面还挂着帆 史佩莱忽然想起 还有六名登陆的海盗在岛上 他们私下里望了一会儿 看不到一个亡命之徒 他们可能逃到荒岛的内陆去了 不用怕 史密斯说 虽然他们还带着武器 可是现在是六对六 实力相当 我们先解决要紧事吧 他们一起努力 把围杆和漂浮的东西打捞上来 把船上的机笼 木桶和箱子收拾一下 立刻送到了石窟 吃早饭的时候 大家又开始讨论意外脱险的奇迹 谁也想不出究竟是什么 引爆了双围船 而且爆炸的声音不大 似乎它不是炸毁的 而是撞沉的 一点半的时候 潮水下退了 他们登上小船去看沉船 这时飞快号的船身刚露出水面 它的龙骨两边各开着一个大口子 船底也被炸裂了 但甲板和楼顶却没有损坏 潮水继续下退 甲板上可以走人了 史密斯和伙伴们走上船 把船上大大小小的几十个货箱 装在小船里 分几次运上了岸 这样 他们来来回回忙了一整天 晚饭后 他们打开货箱 发现里面大部分是衣服和鞋子 还有烈性酒桶 烟叶桶 火器和各种劳动工具 他们把这些有用的物品 储存到仓库和军火库里 花岗施工因为接收了船上的财产 而富裕起来 过了几天 海盗船整个船身都碎散了 大部分残骸被冲到了大海里 10月30日 纳布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 捡到一块厚厚的铁片 上面有爆炸的痕迹 他把铁片拿给史密斯看 史密斯仔细看了一下铁片 吃惊地说 水柱 水柱就是它掀起来的 鱼雷 这是鱼雷上的铁片 伙伴们听到工程师的话 都惊讶地大叫起来 谁布的鱼雷呢 潘克洛夫怀疑地问 我只能告诉你 不是我不的 史密斯回答 现在 鱼雷把双尾船爆炸的原因解释清楚了 可是 鱼雷是怎么来的 朋友们 史密斯说 现在不用再怀疑了 这里一定有一个神秘人物 他多次暗中帮助我们 而且可以肯定 他具备惊人的采干 我们不能解释的那些怪事 都是这个神秘人做的 因此 不管他是谁 我们都应该感激他 不错 史密斯 史佩莱说 这个人也许是暗中 从花岗施工的井里 听到我们谈话的 因此掌握了我们的计划 如果是他把瓶子扔给我们的 是他救了托普 次死如根 是他把史密斯从海里救起来 那么 他简直就是个万能的人 大家都同意记者的看法 他们决定要再次探险 把这个恩人找出来 最好能让他和大家一起生活 在探险之前 他们还有一些必要的工作要做好 从达伯岛移植来的蔬菜 到了收获的季节 他们把收获的东西 存放在花岗施工的小仓库里 从双围船上得来的四门大炮 性能优良 他们用绳索和路路 把炮掉到花岗施工里 安装在窗洞之间 他的射程 能够达到将近五英里外的恶骨角 令他们担忧的是 在岛上还游荡着六个海盗 怎么对付这几个残雨的海盗呢 潘克洛夫主张应当主动出击 只要他们出现就消灭他们 赫伯特认为 他们和从前的埃尔通一样 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海盗也可以被赶化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 工程师说 不要主动打击他们 如果他们先发起进攻 才可以还击 大家都同意了工程师的意见 不主动进攻 只积极防守 这些坏人会在荒岛上 开始新生活吗 谁也不知道 岛上的11月 相当于北半球的5月 正是一年里白天最长的时候 一天 埃尔通回处栏去照料家畜 他打算在那里住两天 等把家畜的饲料准备充足以后 再回花岗施工来 11月9日清晨 埃尔通驾着一头野驴 拉着大车走了 两个钟头以后 来了一个电报 告诉大家 他在处栏里平安无事 潘克洛夫急着要到气球港 他总担心海盗们 到停泊乘风破浪号的 小海湾那里去过了 11月10日 吃完午饭 潘克洛夫和史佩莱 赫伯特带着武器出发了 等他们到了气球港 只见乘风破浪号 仍旧浮在海湾上 潘克洛夫非常高兴 气球港周围地势险峻 外人很不容易发现他 伙计们 乘风破浪号随时准备着 水手说 我们什么时候乘着他动身都可以 潘克洛夫和伙伴们一面闲谈 一面走上乘风破浪号 去查看甲板 水手看了一下 冀毛懒的懒装 突然叫道 真奇怪 怎么了 潘克洛夫 接着问道 毛懒的扣不是我记得 这是一个拱结 我总是打活扣的 一定有人到过船上 到底是谁到船上来过了呢 他们三个人议论起来 如果是海盗们发现了他 可能会抢去用 但是不会再使回来的 他们想不出合理的解释 最终决定 还是把乘风破浪号放在这里 随后 他们又回到了花岗施工 当天晚上 他们给艾尔通打了一个电报 让他从处栏里带两只山羊来 奇怪的是 这次电报发出后 艾尔通并没有回电 工程师不禁诧异起来 晚上十点钟 还是没有艾尔通的回信 于是 他们又打了一个电报 要求对方立刻回答 但是 花岗施工的电报 还是没有反应 他们感到非常不安 他们焦急的过了一晚 第二天 11月11日 天一亮 史密斯又打了一次电报 仍然没有回音 他预感到 可能出事了 快到出栏去 他说 带上武器 潘克洛夫补充道 大家让纳布留在花岗石工看家 其余人扛着枪 离开眺望港 静止往出栏快步走去 一路上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托普在前面引路 有时候快速奔跑 有时候钻到密林里去 可是 始终保持安静 大家相信 只要发生一点危险 他就会警觉地大叫起来 走了将近两英里 走了将近两英里 工程师发现有一段电线好像松了 赫伯特走到前面一看 原来 有根电线杆倒了 上面的电线断了 大家跑到赫伯特站的地方 仔细查看 发现电线杆是被人用手拔起来的 而且 是不久以前才破坏的 这时候他们才明白了 为什么打出去的电报没有回音 到出栏去 到出栏去 水手大声喊道 他们意识到 很可能出栏里出了什么事了 破坏花岗石工和出栏之间的联系是有用意的 这个搞破坏的人除了那些海盗 还会是谁呢 埃尔通答应头一天晚上回来 结果却一直没有回来 他可能遇到危险了 一想到埃尔通现在的处境 他们加快速度 急急忙忙向前赶去 每个人心里都很焦急 不久 他们来到路边的一条小河旁 河水是从红河里流出来的 一直流进出栏的牧场 这时 他们脚步慢下来了 免得在必去战斗的时候喘不过气来 他们的手指抠着枪的扳机 托普低声咆哮着 似乎预告前面潜伏着什么危险 工程师在前面走着 他的伙伴们在后面跟着他 小心警戒着 准备随时开枪 史密斯拨开门上的门栓 正要推门进去 这时 只听见砰的一声 接着 一声惨叫 一颗子弹打中了赫伯特 他立刻倒在了地上 潘克洛夫赶忙跑过去 抱住赫伯特 喊道 他们把他打死了 我的孩子 他死了 史密斯和史佩莱也跑来 记者听了一下赫伯特的胸口 说他还活着呢 赶快把他抬到出栏里去 史密斯说道 他绕过栅栏 突然发现一个海盗正用枪对着他 并一枪打穿了他的帽子 工程师不等他开第二枪 就一刀刺进了他的心口 海盗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史佩莱和水手跳进围栏 拉开里面的门杠 又出来 然后抬着赫伯特进了空屋 把他轻轻放在爱尔通的床上 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想办法 才能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救活 在史密斯的帮助下 史佩莱开始对赫伯特进行治疗 由于流血过多 赫伯特休克了 面色惨白 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们解开赫伯特的衣服 用手帕指住血液往外流 赫伯特的伤口在胸膛的肋骨之间 枪弹从前面打进去 又从背后穿了出去 记者简单地用冷水擦洗了前后两处窗口 潘克洛夫撕下自己的衬衫 用来做绷带 史佩莱把绷带敷在窗口上 不断用冷水保持肤部的湿润 因为冷水有一定的消炎作用 幸好屋子里有各种生活必需品 潘克洛夫熬了一些清凉的饮料 喂给赫伯特喝 他完全失去了知觉 发着高烧 一晚上过去了 赫伯特还没有苏醒过来 第二天 11月12日 赫伯特从昏迷状态中醒过来 他睁开眼睛 认出了他的伙伴们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把经过都告诉了他 赫伯特几乎没有感到多少痛苦 因为他们经常用冷水清洗伤口 所以窗口一点也没有发炎 赫伯特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这次他睡得比较自然 这一天 潘克洛夫守在病床旁边 史密斯和记者仔细地检查了出栏 但仍到处不见艾尔通的影子 史培莱想起 他翻过栅栏的时候 曾经看见一个海盗逃跑了 当时托普还向他追赶了过去 不用说 这个逃走的海盗也准是哈维的同伙 现在史密斯打死了一个 岛上应该还剩五个 出栏的大门关得好好的 牲畜也都在 不过 艾尔通的武器却和他一起不见了 史密斯和记者推测 海盗们到出栏后 看到里面什么都有 就在这住了下来 后来 他们袭击了艾尔通 还抢了他的武器 直到发现史密斯他们来到出栏后才逃走 艾尔通是一个善于自卫的人 但他肯定最后抵挡不住了 工程师又说 我们必须到森林里去搜查 把这些可恶的匪徒消灭掉 潘克洛夫曾经要追捕他们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要是早这么做 就不会发生今天的惨剧了 是啊 通讯记者说 现在我们要喊起信来了 现在外面很危险 他们只能暂时在出栏里住一段时间 等到赫伯特脱离生命危险的时候 再把他带回花岗施工 记者又想到纳布一个人在花岗施工 担心他会遇到什么危险 还担心他会冒险跑到出栏来 如果他过来 很可能会在半路上被杀死 史密斯说 哎 如果电报还通着 我们就可以通知他 可是现在不行了 我们绝不能把潘克洛夫和赫伯特留在这里 还是我一个人回一趟花岗施工吧 不能这样 史密斯 记者说 匪徒一定躲在周围的密林里 正在监视着出栏 你一旦暴露自己 将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 那不怎么办 工程师重复道 他已经一整天没有我们的消息了 他一定会到这来的 工程师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 他的眼光落在正走来走去的托普身上 他好像在说 不是有我在这吗 史密斯喊了托普一声 托普就跑到了他身边 好主意 可以让托普去 记者明白了工程师的意思 我们让托普把出栏的消息带到花岗施工 然后 再把花岗施工的消息带回来 史佩莱急忙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在上面写道 赫伯特受伤了 不过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我们在出来很安全 你自己小心 不要离开花岗施工 还倒来过没有 让托普把回信带给我们 这封短信把要说的话都包括在内了 同时 也提出了他们想知道的一切 他们把纸条折起来 记在托普脖子下面一个显眼的地方 托普 工程师一面说 一面摸摸他的头 那不 托普 那不 去 快去 托普听到命令以后 来回乱跳 他明白了工程师的意思 他知道主人要他做什么 从初栏到花岗施工的路 托普非常熟悉 而且 他可以在野草和命令中间奔跑 神不知鬼不觉就能回到花岗施工 工程师带着托普 走到初栏门口 把门打开 托普 那不 那不 工程师重复了几声 又指了指去花岗施工的方向 托普往前一跳 立刻就不见了 他们关上初栏的门 又急忙回到了屋里 霍伯特还没有醒过来 潘克洛夫不断用肤部擦着他的伤口 史佩莱一时觉得没事可做 就一面准备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 一面不时注意着外面的栅栏 以防匪徒从那里发起攻击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托普 过了大约一个钟头 史密斯和史佩莱拿着步枪 站到初栏门后 准备一听见狗叫就去开门 他们相信 只要托普平安到达花岗施工 那不一定会立刻派他回来的 又过了约莫十分钟 忽然听见一声枪响 接着就是几声狗叫 工程师打开大门 只见远处的森林里冒出一缕烟 他迅速朝那里开了一枪 这时托普跳进出栏里了 他们赶紧关上大门 托普 托普 工程师搂住忠实的托普的脖子喊道 他的脖子上拴着一张纸条 上面是纳布写的几个字 花岗施工附近没有出现海盗 我不会乱动的 可怜的赫伯特